新北新民妇人养了一只米格鲁和一只土狗 但是他没有负责看管 两只狗到处爬爬灶见了人就攻击 短短两个月之内竟然呢咬了十几个人 从十岁女童到七十岁的阿公都被追咬 就在这里啊 就这一只啊里面还有一只 原请才刚靠近屋子旁边的两只狗 立刻大声吠叫还做事上前攻击 疑似似组任意奉养没有负起看管责任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十多起攻击案件 照片中被害人的小腿上被狗咬的伤痕清晰可见 这样的案例必分单一特例 为了综合和平路的这处民宅 两个月前屋主捡了一只米格鲁跟土狗 因为没有把狗绑起来两只狗到处跑 有时躲在暗处见人就咬 有带着孙子带着孙子去巡守的时候 有小朋友被追 高龄的妈妈走过那边 她说被追到摔倒 不会主动攻击 你小孩子拿一个棍子在那边跟他弄 自主推出两只狗都是流浪狗 并没有听说有人被咬 不过附近民众指振力力 现在咬人的土狗在远景围捕下 已经被带回警局 现在也已经联系洞保处协助处理 记者挂离去赵伟 新北市报道